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郎出面,向日本科界募集了一笔基金,解决了学校经费问题,并在小石川区建设新校舍,高等大同学校,便于1901年4月,被积名为东亚商业学校,以收容原大同学校及校外,预备考入各大学之学生。 蔡郎虽然励志投笔从容,请梁启超设法帮助他进入军校,但此时尚费周章,因此又成为东亚商业学校学生,并在这里认识了蒋百里、蒋尊鬼、王宠惠等新同学。 在此期间,梁启超还邀请蔡郎兼任《轻易报》的编辑工作。 对蔡郎而言,这既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,又能通过艺术解决生活费和学费的问题,真是一举两得。 《轻易报》是康有为梁启超,在戊区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后,于1898年12。 2. 月在横滨创案的一份询刊,其宗旨是 1. 维持之那之轻易,激发国民之正气。 2. 增长之那人之学识。 3. 交通之那日本两国之生气,连其轻易。 4. 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,后又将之概括为专业主持轻易,开发民之为主义。 4. 轻易报出版后,很快就封行海内外,成为纪十五报之后,在广大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刊物。 4. 轻易报1900年11月,为了加强轻易报的时评,梁启超决定,轻易报从第六十四册起,创办影海纵探专栏,列于本馆论说之后,主要刊发时评,正论文章, 并决定,由蔡厄担任影海纵探专栏的主笔。 到1901年3月,影海纵探停办,梁启超就让蔡厄从第七十四册起,接办一书附录专栏,直至是年十二月,轻易报停办。 蔡厄担任影海纵探后,先后在该专栏发表时评,正论三十余篇,经过的大同学校。 对西方民主革命理论的研习,和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实践,蔡厄的理论水平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,因此,他所撰写的这三十余篇时评,正论文章,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较大的启蒙作用。 综观这些文章,主要有以下内容,一、激怒列强侵略中国。 他愤怒指出,鸦片战争后,东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,并未争夺在华霸权展开了激烈角逐。 自李鸿章定喀西尼条约以后,俄人遂指使满洲,未已入囊中之属领地,铁道全冠其内陆,军舰横始于黑龙、松花,以哈拉宾为陆军之根据地,旅顺,大连湾为海军之重镇,特创立关东总都,以任控制海陆之命。 义和团运动之后,择碎及保护铁道为名,潜兵数万,齐格南下,爱魂,三姓,宁古塔,奉天,迎口,山海关戈镇,相继沦陷,三万六千万方里之满洲,直成血与炮烟之战域,其生民荼毒之苦,故不其论矣,再结。 漏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同时,蔡厄还进一步揭露其侵略手段,撕去其文明的假面具,戳穿其人道的阴谋伎俩,列国之潜派大兵于中国也,约为就同胞以破文明之功敌,约为人道以讨世界之暴族。 其此意四不为不正,其意四不为不美矣,事关列强破孤军而陷北京也,日,美而外,莫不杀怒人民,兼淫妇女,略结财祸,略报之大,理所不至。 而俄人至柔踏满洲各地,其其库游过之,直近日各外报已读之,其惨待不下时日记图成记焉。 虚,以野蛮不可名状之列强,而以文明自居,人道为言,其谁欺。 1900年,一和团运动爆发,面对中国人民表现出的,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昂情绪,列强不得不承认,中国的民众上海有无限蓬勃生气,无论欧美、日本各国,且无此脑力与兵力,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,故瓜分一事,实为下策。 一,900年10月16日,英、德签订英德协定,瓜分中国长江流域的权力。 10月20日,英德两国的通讯社同时发表了两国签订协议的消息,并将协议内容正式通知了,俄、澳、义、法、日、美等国。 澳、法、义、日、俄、美等国,均表示赞成。 他表明,列强对华的政策,已由以前的瓜分转到保全,其实只是通过扶植清政府,来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,以从中取得合法权益。 对于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动向,菜恶动若观火,立即予以无情地揭露,应得所协商者和。 维持绝东和局,分割至那大陆一切之力权,斗绝列强奸之争端,使各得施其鬼谷手段,以西号二万万土地之血髓,至四万万人之死命于悠游不破之中而已。 夫今次处置绝东是以,而特获其主权者,应俄日三国而。 三国中有二国心智合一,则绝东之局定义。 观日门进金之外交策,大街市英人之举东为转移。 故英德之协商,日本之拱手听命也必义。 英日及德美之外交策计同,则隔人之吞并策穷义。 此二国协商之关系,东亚大局不但使者,而知其最大且重矣。 虽然前途之变幻,尚未可谣策,无人将是目其之。 与此同时,蔡厄进一步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保全政策,列强之变人国也,其道不一。 或倾其旧政府而变之,如埃及、印度等国是也。 或留其旧政府而变之,如土耳其、朝鲜及今日之中国是也。 甲午之意,隔台湾与日本,而神州震动。 更深咸丰十年之意,俄人以外交数隔东满洲,经各沿海洲数千里之地,则至今先能到其事。 瓜分之害,人皆之之,保全之害,甚于瓜分,而人多媚之。 此外,对于列强扶持和保全清政府其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行径, 蔡厄也予以猛烈地抨击,吴邦政府之腐败不堪。 虽拿几点,然自吴邦之志是改良而更使之可也,外人待吴。 方新建一善政府,则万不可。 吴国民中之六种建筑虽多,然自吴邦之大英雄起,而删之除之可也,删除之之地,出诸外人之手,则万不可也。 二,抨击清政府。 首先,他无情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,指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办理外交以来,外交家任以外交术获土地,而李伯以外交消之。 外交家以外交术攫取权力,而李伯以外交衰之。 外交家以外交术结果有,而李伯以外交决之,如因结而召各国之财即是,外交家以敏捷神速为高,而李伯于半岁前,以封购和权权大臣之命,言先至今,其结局尚了无端矩。 外交家以外交家以保护国权,扩张国力为物,坚言不得而动之,甘言不得而守之,力不足限之,威不足为之,而李伯则冠随俄人外交术之老宠龙,往而不返,是而望眩,是可挨矣。 西李伯之俄度,遂定喀尼伯条约,以为俄王寿。 今呼闻其有密电之助俄宫使阳如,李伯此。 此外交之高妙之处,其在私于,其在私于,此无人欲引领遥望者也。 其此,在抨击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的同时,蔡若愤怒地揭露清,政府,对于其而差框就知道,蒋自强之方的志士,则排之赤之,诸之路之,不遗余力的罪行。 他指出,中国即为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